中华队和金牌擦身了过 中华队在第一局就发动了攻势 在一二六跑者的情况之下 第四棒的江慧娟 绝对不放过有打点机会 由边方向传出去的安打 赖孟廷划回本类 中华队首开纪录就取得了1比0的领先 虽然日本队在三局上半拿下了2分 不过这1分的领先日本并没有维持多久 来到了四局下班 第五棒的李斯施 同样在类传有跑者的情况之下 挥出了这一支高飞球 他足够形成牺牲打 中华队拿下一分 两队的比数形成了2比2平手了 没想到这平手的僵局 竟然就一路维持到了七局上半 在二六跑者的情况之下 日本队打者森 这一球打出去 虽然我们的投手 雀明慧稍微挡了一下 不过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日本队 先拿下第三分 吃掉一分还不算多 没想到差距竟然继续扩大 日本队打者锦商爱 敲出了深远的安打 这一支安打还继续带有一分的打点 这下子日本队将分数拉开成为了4比2 七局下半中华队最后的反攻机会 虽然曾经因为四坏球而攻占满垒 可惜没有办法拿下任何分数 中场就以2比4两分之差输球 而这两分代表的是中华队只拿下银牌 记者林奇莫自从SNG小组 高雄报道